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来散散栽果 你看这种都是套戴的金黄芒果 为什么要套戴呢? 主要套戴的话 这个果你看看起来那个卖相非常好 而且它不容易刮风的时候会刮伤它 看套戴的话一般都是比较黄的 稍微黄一点 其实这种的话是直接摘下来直接就可以啃的 这个真的甜 它的果盒一样是很薄的 这也是金黄芒果 跟我们之前卖那个青皮的也是一个品种 但是这个呢是套戴 之前那个青皮的是不套戴 套戴的金黄芒果它熟了 熟了以后呢 那个果皮呢要偏黄一些 我们之前不套戴那个是熟了也是青皮的 这个熟了就黄皮 先把这个袋解开 等下一起摘 为什么摆那么甜 这个品质那么好呢? 就是因为这一个地方的特殊的地理环境 这个地方的气候的话是比较属于比较失落 所以呢才会长出来这么好的芒果 它的甜度很高 然后呢大家看 看这个土壤 山坡上面都是这种红土 然后这种土地的话 非常的松软 在山上换 这种土地的话 种出来的芒果 它的甜度啊各方面的品质更好 哇这个蛋 这个足有两斤多了 这个就是金黄的母果 好吧 我都想咬一口呢 鸡蛋 黄快熟了现在 现在都可以吃了 我们呢 我们呢 带了两个熟的上来 开两个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芒果 其实很简单 从果饼上面往 往下面来削把它开 看 开开然后就用刀划几下 斜刀也可以 直刀也可以啊 看里面的果肉 忍不住了 嗯 这种套套的果肉 熟了以后拿到皮 它偏黄 看这个果盒啊 这果非常的薄 现在里面的肉我还没有削干净啊 看这个果就是这么薄 哎 这种金黄芒果的话它的纤维非常少 火肉呢非常的爽滑 非常细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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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吃也吃完了 咱们继续 继续摘过去啊 咱们过来吃芒果呢 咱们过来吃芒果呢 咱们过来吃芒果的 咱们过去